同修梦到一个管理大案的机构找他的大案 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有他的名字 他当时想要退休了 那么没有他的名字 管理的人最后让同修自己填写名字 请师父慈悲解忘 那就要当心 有可能就是说 他正在申请的某一件事情 有一点小挫折 但是还是能够成功的 务必叫他坚持